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YES哥,有问题就找YES哥 上一次呢,我做了一期关于在哪里去找这个便宜的超市 去买这个平时大家吃的喝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视频 我强调了,最好不要去华人超市 如果要买平时吃用的蔬菜水果呀,肉类呀,什么之类的 在墨西哥超市应该说是更便宜的 那个视频做出来以后呢,不少朋友反映说 确实发现去墨西哥超市这个要低很多 比华人超市要确实要低 那么大家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 除非说你去买那种这个中国的这个特有的一些 调料啊,否则的话是没有必要去华人超市的啊 嗯,总的来说呢,大概的状况就是这样 因为其他类型的东西,墨西哥超市包括啊,沃尔玛 Costco这些地方都更实惠一些,性价比更高一些啊 真的是没有必要去华人超市买,当然,华人超市它有时候好像也做活动啊 尤其是个别的一些什么面条,什么的啊,就是那种干面条啊 这些东西好像在其他地方也很难买到啊 大家如果关注的话,比如说你喜欢吃面条,可以等他做活动的时候去买 因为在别的地方我看到大部分卖的都是那种类似于意大利面的那种面条啊 跟国内的那种面条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 或者你自己去买一个那个压面机,然后呢,买面粉回来做啊 这边的面粉实在是太便宜了,好像比比那个米更便宜啊 比如说在Costco一大袋子大概啊,甚至有50磅的才十几块钱的样子啊 50磅十几块钱的样子啊,非常非常便宜 呃,这是提到这个生活用品啊 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在问说啊 好,这个生活用品是生活用品解决了啊 就是平时的这个吃啊,什么之类的都解决了 那,那我这个呃,一些用的这个物品怎么去解决呢 比如说一些新来的这样的一些华人朋友,对吧 刚来,那么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会租一个地方住,对吧 很多时候呢,如果说你是租的就是私人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它正常情况下会提供给你床和桌子 呃,包括一点板凳什么之类的啊 一些基础的,这是必备的一些家住 家具它可能会提供 但是呢,你像有更多的这种功能的这种家具 可能比较难啊,比较难 那你得自己去选择 那么另外呢,如果你直接是考虑的租那个apartment的 就是公寓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这些地方的话呢,正常情况下租公寓啊,我前面给大家强调了租公寓其实说更简单一些 为什么呢?你不用去跟任何一个什么房东打架掉啊 各种奇葩的房东啊,随时会出各种难题,对吧 呃,如果说你租apartment的就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但是呢,apartment的有一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就是它里面是一个空屋子 它没有家具的 它有那个基本的你比如说啊,冰箱啊,如果它有袭击的话,它可以包裹 它如果没有的话,它那个apartment整个的公用的地方肯定也有袭击 你可以投币啊,洗东西或者什么之类的 呃,然后呢,那个煤气灶或者是烧电的灶啊,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微波炉 呃,就是厨房内的这样的一些固定的家电用器,用用具啊,它是基本上都具备的 但是呢,它没有什么桌子,也没有床,也没有沙发,什么都没有 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呢,你必须得自己去,呃,购置 或者是你自己在在一个地方去找一些二手的一些东西 但是正常情况下,大家都可能会需要去找这样的一些大件的二手物品 所以呢,很多朋友就在问,哎,那我到哪些地方去找那个二手的这个物品呢?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强调啊,在哪里去找 那么其实正常的情况下,大家呃,去的地方可能呃,大家会觉得哦,那我去那个eBay,呃,大家都知道那个eBay就有点像淘宝嘛 淘宝就是copy eBay的嘛,呃,是不是也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些大件的东西 你想在这个淘宝上啊,或者是eBay上买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太现实,对吧 所以呢,应该是在当地的一些一些店里面去买啊,那美国有没有这样的二手店呢?其实是有的啊,它就叫goodwill啊,我们来看一看啊 goodwill,goodwill呢,就是呃,我这里面找的,它默认的就找到了拉斯维加斯的这个goodwill 因为goodwill应该是在美国全国都有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直接,直接在google里面输入goodwill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你所在城市的这个goodwill都出来了,你看它这个,比如说,它下面显示拉斯维加斯的goodwill好多,你看见没有 呃,各种地方都有,那么这个店,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说,呃,很多的美国家庭啊,他们把自己用过的这样的一些物品啊,就是通过这些东西的东西的东西呢? 这个goodwill专给他们,然后呢,goodwill通过一些处理之后,再把它给卖出去,那么goodwill它实际上有点类似于一个慈善机构 因为它卖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呢,很大一部分都用于慈善的这样的一个用途,所以呢,它这个公司呢,它并不是一个啊,纯粹的这样的一个盈利的为目的的公司 啊,好像我也听说,就是这个goodwill建立的时候,好像是一位啊,牧师,呃,他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看到美国的很多家庭啊,就是经常会把一些还能用的这样的一些二手物品呢,就直接丢在大陆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产生了很多浪费啊,就是他的想法就是让,让这样的一些美国家庭,他们把东西都啊,donation,就是专阵到这样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他们再经过一些处理,把它给卖掉啊,这样的那些需要的人,他也能够得到一些实惠,同时呢,他们通过这个卖出的这个收益呢,还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这个想法确实很好啊,而且现在你看他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壮大,导致他这个店全美都有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就直接去找固固的will,去找二手东西啊,时不时转一下会逃到很多东西,你比如说啊,常规的一些啊,衣服当然也很多了啊,衣服啊,当然大家衣服可能有很多了啊, 可能啊,讨二手的可能很多人不太愿意啊,但实际上,固固的will很多衣服其实也非常好,而且非常便宜,我记得原来我在那个啊,在一个那个那个铺管道的那个公司上班的时候,大家应该还记得我说的是在户外啊,这个是户外, 而且是早上非常早,大概五点钟啊,就要开始工作的那种,早上五点啊,那个时候啊,还是非常冷的啊,我我当时也没有什么衣服啊,没有没有带什么衣服,哎,我就想着,哎,哪有便宜的外套,厚一点的,然后我到咕咕咕咕咕咕一看,哎,这不错啊,才三四块钱就就一件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件衣服,而且非常保暖,哎,我就买了一件啊,正好每天工作的时候穿一下,哎,挺好的,哎,但是,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 那为什么不去沃尔玛或者是什么地方,哎,那些地方,虽然它也有,它其实也不贵,可能,啊,我觉得一件像这样的衣服,至少要20块钱左右吧,可能还是要的,啊,如果你质量更好一点的,可能更贵一些啊,所以GOODWILL它的这个,啊,就是买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其实非常非常的便宜,而且很划算,啊,很实用,呃,但是呢,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关注,哎,那些家具是不是在GOODWILL可以买,家具其实也可以,GOODWILL有很多的大型的, 家具,啊,都是别人钻过来的,那是怎么钻呢,啊,正常情况下,他们有的就是开个车啊,美国家庭有的,开个车就直接把他们不用的一些东西运过去啊,然后呢,就是钻在门口,然后GOODWILL的人,员工就是专门进行处理啊,我记得我还专门在GOODWILL里面淘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那个,一个书架子,啊,这个书架子非常的扎实,而且可以放很多的书,呃,才15块钱,啊,15块钱,啊,我看了, 看了一下,如果像这样的一个书架子在,呃,一个全新的店里面去买,啊,买全新的,那我,我,我,我觉得估计啊,至少要100块钱以上,100块钱以上,所以呢,这个,这个,它的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的实在,而且非常好用,啊,也,也不就,其实,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在那边去讨,包括沙发呀,什么之类的,啊,桌子啊,椅子啊,都可以在那边讨,包括 包括小孩用的,那个,啊,那个小推车啊,啊,各种各样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啊,什么的,都可以,啊,你比如说,啊,大家平时,比如说你在沃尔玛买一个,那个,呃,像巴比娃娃,类似这样的一个洞啊,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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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玩偶啊,啊,啊,那可能至少要10块钱左右吧,啊, 啊,它打折的时候,可能也要个六七块钱之类的啊,对吧,但是呢,在Goodwill,像这种东西,可能就一块钱啊,就,就直接卖给你了,或者什么的,啊,其实像这些东西,还是非常实在的啊,大家经常去讨一讨,会讨到很多,包括,呃,还有一些实用的,就比如说一些体育用品,啊,你比如说那种网球拍呀,或者是篮球啊,或者什么的,都可以在那里买到,啊,也就是,呃,一两块钱,两三块钱的样子啊,这个比买全新的要好很多,啊, 像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大家也不追求全新,对吧,因为其实,呃,能够达到实用就可以了,啊,所以很多的东西,你都可以在Goodwill去逃到,所以大家没事的话,都可以去那边逃一逃啊,嗯,那么可能大家也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哎,为什么美国人他们愿意啊,去,开着一个车去,去把这个东西转过去,啊,转到这边去,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啊,啊,美国人他的这样的一个, 做慈善的这样的一个风气,确实特别好,包括就算你是一个普通家庭,他也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些慈善,或者是,愿意通过这个专阵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让整个的社区啊,这个社会受益啊,这个能跟他们从小养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有关系,比如说我女儿,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啊, 他的这个,呃,平时呢,经常会,啊,号召大家去专赠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啊,学校举办一些活动什么之类的,啊,什么东西,他们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意识,这样的话呢, 他们长大了,可能也会有,继续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第二个呢,呃,我好像是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呃,如果你是一个single house,那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啊,大家都知道垃圾处理,啊,你每个家庭需要买那个垃圾桶,买那个垃圾桶啊,就是买垃圾桶,就是每年可能交个几十块钱的样子,啊,你每个星期的,呃, 拿几天把你的这个垃圾桶啊,呃,就是放在门口,然后有专门的垃圾车来处理垃圾嘛,家庭垃圾,但是这样的垃圾桶呢,它肯定不可能装一些大型的物件,你比如说一个沙发,一个你不想要的沙发,一个床,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那,那,它装不了,你如果要处理这样的一些垃圾,啊,你也不能直接堆在你的门口,啊,这个,它,它如果你要专门的是处理的话,你还得交一笔钱,去让那个垃圾处理公司进行处理这种大型的这种垃圾,啊,但是实际上它也不是垃圾,因为它还可以用,呃,所以呢,很多的美国家庭,它也愿意说,哎呀,那我交一笔钱去处理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还没完全坏,啊,还还可以用,啊,还很实用,啊, 那,那我何不直接把它钻到这个Goodwill,我就用一个车直接拉到Goodwill,放到Goodwill门口,啊,那个Goodwill的工作员,它就自动就会处理,哎,它自己也会省一些东西,对吧,省一些,啊,垃圾处理费啊,什么之类的,对吧,虽然说它开车,呃,但是这个,这个,因为Goodwill,你看,我刚才给大家售的这个地图上面,呃,呃, 大部分这个城市,你看,分布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所以你就就近的,呃,把你的这个东西,丢到这个Goodwill的门口就完了,呃,我记得我还专门跟那个,呃,我的这个paster,一起做了这一件这样的一事,啊,因为当时是,呃,一位那个老爷爷吧,他们家,那个,有很多那个废旧的一些东西要处理,啊, 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不方便嘛,我们就帮他处理了,然后呢,呃,我们把那些东西拉出来以后呢,呃,如果有一些,呃,教会的朋友,他们需要的话,就直接,呃,让他们拉走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可能教会的朋友也不需要,然后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拉到了这个Goodwill,啊,我就专门跟,啊,我的paster一起,啊,用,用他的那个驾驶车,啊,因为他那个车后面还拖了一个驾驶子嘛,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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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里啥都有,啊,啊,就是放在那个驾驶车上面,然后把他拖到了那个Goodwill,啊,然后搬下来之后呢,Goodwill的员工,啊,把他一搬走,哎,一下子就结束了,啊,非常的轻松,如意,啊,或者是非常的简洁方便,啊,而且呢,我们也,也算是,呃,做了一些好事,对吧,呃,所以呢,这个专政实际上,他是非常简编的,什么都不需要,啊,你只要把他拖到Goodwill就完了,所以为什么大家可以在Goodwill淘到很多好的东西,这是因为, 他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呃,良性的循环,啊,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觉得,因为整个社会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呃,益处吧,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掏一些二手的这样的一些物品,啊,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当然呢,还有没有更便宜的,或者是免费的一些东西呢,其实还是有的,因为,大家,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处理这个, 这个家庭的这个大型垃圾,啊,但是他也没有,或者说他没有那个架子车,或者是拖这个东西到,到,到,到那个Goodwill,啊,有时候确实,你家里只有一个小,小轿车,你也拖不走,啊,你,你也不可能说,我再去租个车,去把它拖过去,或者借个车,对吧,也,其实有时候也很麻烦,所以呢,也有一些人,啊,他们就直接在各种社交平台,啊,发布消息,或者是,啊, 甚至他就直接,呃,就是丢在那个门口,啊,他是丢在这个门口,然后他贴上一个帖子,啊,或者是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他就会说,啊,意思free,free to take,或者什么这样的,啊,就是你免费拿走吧,拿走吧,就是这种,啊,就是,呃,这个,这个模式也可以,就相当于说,大家如果经常在不同的社区去溜达,啊,也许你会发现,哎,这个东西,哎,很实用,而且还是free的,好,那我就拿走吧, 嗯,就是,但是你得有个车啊,或者什么东西,给你把它搬走,才可以,对吧,嗯,所以呢,大家如果,如果有,有空闲的时间,不妨到处去走一走,说不定就会有这样的一些free的东西,啊,甚至你多,多加入一些社交平台,啊,说不定一些,啊,其他的那个老华人朋友,啊,或者什么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他们可能会说,啊,我,我家里有一些大型的东西,啊,不需要处理,啊,需要,啊,需要处理掉,你们自己来拿吧,拿走就可以了, 免费的什么之类的,啊,也有,啊,我不知道这个多少,啊,但是,还是听有些朋友说是有的,啊,所以大家这些方法都是可以考虑的,就是,尤其是对新来的这个华人朋友,啊,像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也可以参考,啊,这个大概就是大家,啊,一些家具用品,啊,就是,基本的来源,啊,当然,如果你有钱,啊,你就直接买新的也可以,啊,这个无所谓了,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就是,如果你想找一些便宜的, 又能够实用的一些这个地方的话,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goodwill,啊,啊,或者呢,没事就到各个社区去转一转,说不定能够淘到一些好的东西,啊,那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啊,希望这样的一个信息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好,今天的视频呢,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再见